撰写下一个 就这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完成的话 该怎么撰写 一 一样我们其实要先产生一个Sub 那其实 当你也可以从插入程序里面输入 门号按确定它会帮你产生 或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 贴到底下 复制 我习惯拖拉加Ctrl鍵 名称也许叫什么叫那个 Sub 门号 你其实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瓜糊后面按Enter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加一个End Sub 实际上这个就是 一个副程式的头跟尾 OK就已经产生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 程式帮我撰写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个写法跟之前有点像 这个储存格那就Sales 哪一列 第二列 哪一栏 第一栏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就要告诉他说我要放什么东西 我要放的东西其实跟之前那个 我们Excel里面那个逻辑很像 开头是09 所以就这边刷你号09 那你会发现 它的打的方法 跟在Excel里面有点像 只是说它前面要多一个指定 放在 哪一个储存格 不过你想说Excel里面为什么不用 因为你游标都已经放那边 所以它就自动丢那边就不用告诉他哪一个 那VBA要告诉他 我要把 后面这一串 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但如果你写这样的话执行可不可以 其实你会办 这样执行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它因为是09 输出到这边之后 它会因为 都是数字嘛 所以没有0开头 所以把它去掉 09后面它加什么 11 所以我要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放到这边 帮我串在一起再丢过来 那怎么说它那个资料 其实后面加个 空一格 end 空一格 那其实跟在Excel有点像 只是差别是end符号 前后要加空白 这个是VBA的差别 那怎么取得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边呢 特别水 规则 跟这个很像 这个储存格怎么称呼它呢 其实就是 Sales的第2列 把这边改F就好了 所以其实比较聪明做法 我习惯了 把这个拿来复制 复制 我习惯拖拉加卡托键 然后这边改F 这样就0911 再输出看看 因为0又被去掉 后面加个什么呢 减号 所以空一格加一个end- 加一个- 好 这边再把它输出 不过你会让0就保留了 因为它有非数字的字元出现 0就帮你保留了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84 跟007 所以后面怎么样 一样的道理 空一格end 把什么呢 把这个 这个储存格 叫g g栏的第2列 就g2储存格 不过你现在输出的话 这边执行 有没有要放这边 按执行 它变成84 不对啊 那我要08是怎么做 那我们之前有用到一个叫test函数 可是特别是 那个test函数 Excel跟VBA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那VBA有打一个函数呢 VBA里面 特别说它有一个函数 叫format 所以记得 用法跟在那个Excel很像 只是说把test改成format 前刮壶 把资料给你的 我给你一个84 逗点 test后面不是加双以后 000吗 有没有 它这个叫formattest 那这边一样 也是叫三个0 后刮壶一下 所以特别是要在哪边呢 在这个储存格的前面加一个format的前刮壶 逗点跟他讲说 帮我改成三码 这样子OK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 1-084出现 那后面怎么做呢 一样的道理嘛 如果说我后面 如果要把什么 G也给 G做完了 那H怎么做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end 这个 复制到后面去 把这个G改H不就好了 应该知道我在做说什么 Ctrl C好了 或者你拖拉加Ctrl鍵 贴上 把这个G呢 改成H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游标放这一行上面按执行就可以了 007出现了 接下来的话 一样的道理 我现在只有输出一个储存格 如果要输出 第2列到101列的话 那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做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2 每个都2 甚至这边其实只要改成i就可以 这边不用 因为它不是一个字串 所以把这个i放进 所以再来做什么呢 一样的 Enter在上面加一个for 跟他讲说 i 等于第2列 到 101列 Enter两下 Diagoness 下一个的意思 然后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 这边来 按一个Table 他的下一阶 然后把那个Nets 来这边把他往上 其实就是把他放在哪里呢 放在 这个里面 OK 那我们只要再改几个地方就OK了 把这边改成i 那其他的地方有没有 因为上面是公式 所以你必须要串在里面 可是呢 这个Sales 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允许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直接改i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改i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改完了 这样子 成事 就 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最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自己撰写 那尽量用理解的 不要死倍啦 所以 我们是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输出09 然后 再来就是抓哪个 抓这一个 所以09 这个 然后再抓这个储存格的话 它就是叫 Sales的 idf 蓝 and 一个减号 减号就串在后面 然后用format 钱瓜 8 84这个 资料先抓过来 帮我格式化成三码再输出 所以输出之后就变成84 然后一样后面都 再把前面这一段复制过来 改个h 前车写完了 OK 这个其实 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你会这样写的话 那将来的写法大致上也是得一同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写一下 不用用背的啦 最好是理解 以后反正就照 照着这种方式在写的话 以后 假设你工作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就是看 然后一边看一边写一边看 那你这样的程式就写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东西其实 不用背任何东西 只要是要知道说 你要重复处理什么事情 从哪边抓资料 然后 把最后抓到的结果丢到哪个储存格 OK 所以像以这一题来看是资料的合并嘛 就是把 09 然后电信业FGH3栏 合并起来 丢到 E栏里面去 所以记得 丢的地方就放在前面 后面就是串接的 所以把资料抓过来之后 那分别怎么样 分别 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串完之后 用AND串接串接 串完之后再丢到 这个 E栏里面 在最后把结果丢过来 就大功告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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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